今天咱们聊一个有意思的话题 也是粉丝给我留言吧 让我说一下 什么话题呢 就是无鬼运财术 我想大家都听过这个名字 这个名字听着特别的吓人 也很神秘 又像是道法 又像是巫术 像风水术 还像符咒 这些大量不对等的因素 导致很多人上当受骗 这也是古人对金钱崇拜的产物 自古就有人用这个方法骗人 今天从我的理解和专业知识 咱们说一说这个事 关于无鬼运财术的版本非常多 咱们先说第一个 无鬼运财术也叫做无鬼混天法 五阴将运财 也就是民间常说的养鬼术 属于阴法法门 根据不同的法师做的伏法 调醒阴魂来做运财这件事 如果用不好 副作用会非常大 也叫做反施 副作用最小的呢 就是我学的无鬼运财术 属于啊 毛山派招财密法 是阳府法门 调醒的是武林宫 分别是啊 东方生财鬼张元博 西方生财鬼刘元达 南方生财鬼赵公明 北方生财鬼中世贵 中方生财鬼史文叶 五位神王 这是正统的无鬼运财术 还有一种呢 我也会 就是用符咒类的 无鬼运财术 就是通过符咒呢 来驱使无鬼来运财 分别是窦仁 李凯 张武 石太 还有朱勉 五位阴将 这个原理啊 就是用符咒 去驱使那五阴将 强行拘押孤魂野鬼 为所求之人 搬财运财 将别人家财呢 搬到自己家 按古书记载啊 无鬼运财术 是招的横财和偏财 从而呢 使人可以迅速 达到报复的结果 这么刚才说的啊 无鬼运财术呢 是法术方面 下面说说啊 风水布局的 无鬼运财术 其实啊 在风水中呢 无鬼是指的是 玄空九星中的 廉真形 也要无鬼连真形 和五黄形 风水师呢 用风水局 布无鬼运财局啊 就是要使用 五黄之煞气 化煞为权啊 以达到运财的目的 如果你要布 无鬼运财局呢 你就要做好 大货临头的准备 这个风水局的特点 就是先凶后吉 首先啊 你要可以扛得住 灾祸 才能享用 后来的财富 所以啊 大伙看 有钱人 一生基本都是 大起大落 大凶大吉 其实啊 洋宅 所用的所有技术 都是从 阴宅中 蜕变出来的 无鬼运财术 也是这样 中国阴宅的 阳宫风水的祖师啊 就是首先将 无鬼运财处的技术 运营到阴宅之中 提前呢 堪与来龙和去脉啊 引来五黄之煞气 化煞为权 可使后人啊 报复 但因为啊 你要先有大货 才有巨富呢 风险太高了 后来呢 也就成了 不传之密了 掌握这本技术的人啊 是非常少的 现在呢 用无鬼运财术 在香港和广东比较多 就是人生大起大落的感觉 其实我师傅啊 也教过我 无鬼运财术的法术 和无鬼运财术的符咒 但是呢 有规定 一个月只能用一次 不管你给谁用 一个月只能用一次 但说实话 我一次都没用过 咱不是装孙子 装清高 说自己不喜欢钱 不是 我呢 有我自己的思考 我呀 和大伙说说 大伙呢 如果也有自己的思考呢 就给我留言 我是这么想的 就像无鬼运财术 这样的法术 有用吗 我敢肯定啊 有用 但为什么没有人 因为使用这种法术 而一直富裕下去的呢 我是这么想的 打个比喻啊 无鬼运财的 这种法术啊 就是等于 给你一张信用卡 越厉害的法术呢 这个卡的额度就越高 你突然有钱了 然后怎么样呢 就是消费呗 对吧 买车 买表 买包 买奢侈品 但有一点你别忘了 这个钱你是需要还的 其实你疯狂消费的 只是透支你未来辛苦 工作的收入而已 对吧 你的收入并没有增加 当账单寄来的时候 这个钱你是需要还的 当然啊 你可以办分期 相对应的 你未来的收入 有一部分就要用于还款 如果你没能力还款 那怎么办呢 就只能起诉你 换通法术类的 就是你要倒霉了 这个就是我个人的理解啊 所以我呢 没有信用卡 我除了买房的时候呢 是贷款的 平时啊 就是我赚多少 花多少 从来不透支自己 未来的收入 就是害怕自己呢 控制不住自己 疯狂消费 可能呢 也是我太求稳妥的性格决定的 好吧 这批事情呢 咱们就聊这么多 从无鬼运财数呢 延伸到人的消费价值观 大伙呢 有什么想法 也别忘了给我留言 拜拜